陈水扁四大弊案中的南港展览馆案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一审宣判 涉案的台湾前内政部门负责人 于正宪被判刑两年 缓刑五年 去年12月 建方查出于正宪在南港展览馆兴建标案上 涉嫌受吴淑珍的指示 泄露评审委员名单 与吴淑珍共犯贪污 将他起诉 不过因为于正宪坦诚错误 加上于正宪本人没有收受汇款 检方因此请求法官从轻量刑 台北地方法院20号做出一审宣判 于正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缓刑五年 在缓决期间内要付保护管束 并在缓决期间内要向相关的机关 提供120小时的义务劳动 并应该向公库支付新台币500万元 除于正宪外 同案遭起诉 在南港案中担任评委的7名教职人员 由于在收汇后 面对检方调查 态度不佳 被检方要求从众量刑 7人都判处7年到8年不等的刑期 台特征组去年侦办 贬家四大弊案 其中的南港展览馆案被切割侦办 吴书贞的部分由特征组贞结 于正宪与涉嫌收贿的7名评审委员 则交由台北地检署贞结 陈水点涉及的公务基要费案 台湾高等法院20号传讯前陈水点办公室副秘书长马永成 办公室主任林德逊开准备庭 两人委托律师提出点案侦查阶段 检察官查获的各种报表均不具证据力的说法 质疑检察官刻意让他们在官司中陷入不力 马永成林德逊两人的委任律师李盛琛 准备长达三十几页的投影片 逐一主张原审作为证据的公务费名气表 总表审核支出报告单及林德逊笔录等 均不具证据能力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点案过程中查获的最重要证据 由匾家大账房之称的陈振会手中的随身碟 他认为随身碟是陈振会个人记录之用 并不是专备公务交费的支出进行记载 认为随身碟的内容属于传闻证据 不具证据力 最后甚至将矛头指向陈振会 说如果出现金额不正确的情况 是否也应该追究陈振会的伪造文书或其他的行政责任 特征组检察官周世瑜则言辞驳斥了律师的这种说法 表示其最大的特点是内障性质 当然具有证据能力 审判长邓振球也在被告辩护律师陈述证据能力 多次打断其发言 并且券律师哥用心在实体部分 否则还是会对被告不利 法庭最后决定二人涉案的部分 将于12月25号再开准备停 金门地区近来发生野生禽鸟集中暴毙的现象 不过已经初步排除禽流感致死的可能 19号民众发现有20多只野生花嘴鸭 和10多只的珠井搬丘尸体 集体散布在农田中 还引来其他飞鸟的灼食 由于一天之内 瞬间爆发大批鸟群死亡 当地民众更担心是禽流感导致的 紧急找动植物防疫所来消毒和采验 在金门大概四五个月没下雨 上礼拜下雨可能有 不过